歡迎收看黃宇把抓 我是鄧老和 我們先看到今天的四大關鍵字 新潮流 最愛豪宅 光電 一輩子的痛 科民調 雪崩喊操作 統神的暴怒 四大主題怎麼聊 現在接到特別來賓 第一位 台北市議員楊直動 晚安 執政媒體人 謝寒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台北市議員 苗博雅 大家好 執政媒體人 向後知 主持人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 今天很關鍵的 就是綠能 你不能 還記得在今年的時候 打醉的生活是什麼嗎 跟綠能是有關係 雲爆小公主的事情 好 甚至她的爸爸 還因此下了台 現在這個綠能的事情 又被打了回來 現在重槍的是誰 是賴清德的左右手 這個叫潘孟安 好 彭文安被指控什麼事情 這個是國民黨立委 王洪威踢爆 彭文安這個輔選期間 入住了北市萬華圈豪宅 叫做栗其玉品 好 住豪宅沒有怎麼樣 他們說我們就是自己租啊 怎麼了嗎 我去查 的確這個租金跟周邊的 沒有差多少啦 因為人家是豪宅嘛 沒有差多少 但大家會想問 你別忘了喔 你今年打高宏安的時候 你是怎麼打的 回建築人家也是租的啊 對不對 你又說人家跟財團怎麼樣 你現在不是也跟財團怎麼樣嗎 跟這個能源公司怎麼樣嗎 我們來比較一下 來看到栗其玉品喔 這個所有人就是他的房東啦 是力能能源的科技董事長 叫楊宗 這一棟要價5000多萬喔 韓公社共53坪 好 彼此還有兩個車位 三房一廳付家具月租6萬8千塊 他說不是胖胖一個人住啦 還有他的助理一起住 好 來看到回建築 那時候哇 媒體鋪天蓋地 一直罵一直罵一直罵 原來是這個男友李仲廷的租屋處 也是要價5000多萬元 坪數約70多坪 一城兩戶格局 雖然人家說 我們只有租一個套房 也沒人性 但是那個時候租金啊 5萬元成租就被罵得要死啦 現在人家月租6萬8 怎麼了嗎 大家想說那我繳租金 沒有問題啊 當然沒有問題 但現在就是那時候你打 高宏安怎麼打 你打說 這不是租金的問題啊 是有沒有對價的關係嘛 那你看他這次的房東是誰 是力能能源科技的董事長 好 為什麼會這樣講 我們看到右下角 力源能源科技母公司 就是天方能源 前身叫做普格科技 原本是消費性IC應用設計公司 直到民進黨執政之後 立立集團入主了 轉型綠能公司 而且又這麼剛好 跟胖胖最熟的屏東林邊啊 發展這個光電設施 所以他們現在在職業是什麼 你的利益勾結 你的對價關係 到底是怎麼樣呢 好 當然第一時間 立集建設說沒有啦 公司並沒有任何 藍綠與黨派的背景 楊宗我們的黨也不認識潘啊 潘因為在台北沒有落腳處 楊宗又剛好搬去新莊 就這麼巧 好不好 一切就這麼巧 所以才會由助理出面去乘租啦 不是你們想的那樣 那現在還有一個人跳進來了 是鄰居啊 是潘夢安的鄰居啊 民進黨立委 林楚音啊 他說奇怪了 你那些照片 他說的是誰 是他說的是這個王洪威 你在地下室拍到的是 這個潘夢安的車子 你照片怎麼來的 五千多萬的豪宅耶 有保全 還要辭扣上上下下 你照片怎麼來的 你們喔 一定是侵入住居罪啦 我就覺得奇怪了 請問鄰居不會幫忙拍嗎 王洪威的朋友們 或許也有住在這裡面嘛 對不對 不可能會做這種違法的事情嗎 那他有說啊 他說當初就買的 總價五千一百萬元 把原來在永和的舊房子賣掉 向銀行貸款 每個月貸款 他也承認很吃力啦 表示這些房子真的也還不錯啊 五千一百萬元啊 那現在所有人都在虧啊 喔你們新潮流 是不是最愛就是在萬華 這舉光路這個地方去買房子呢 包括林楚音啊 包括他老公梁溫 還有這次來租房子的 這個相關的人喔 全部都是這個樣子 來 韓兵哥你是怎麼看 過去打高雄安 現在大家開始打 這個盤夢安 這樣打一打到最後 又說沒有啊 人家在好好租屋啊 怎麼了嗎 這不是雙標 什麼是雙標 我是覺得喔 當初你們打高雄安 打得鋪天蓋地 實際上他的情況跟你有什麼兩樣 不是一樣嗎 也就是 人家也是自套腰包去租個房子啊 那現在看起來其實你租的這個 這個房子還比人家貴 為什麼 因為第一個你月租要繳6萬8 而且你還雙車位 然後又是新蓋好的豪宅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當初是用 非常嚴苛的標準去檢驗高雄安的話 那現在顯然你就要用同樣的標準 檢驗你自己 那你也有具實回答的義務 那這整個案子 第一個讓我覺得說 為什麼就這麼剛好 就這家公司在屏東發展 這個綠能科技 就剛好你就租到他的房子 還就這麼巧 就這麼巧啊 對啊 這麼巧 而且很奇怪的就是 為什麼你要透過你的助理去租 我覺得很怪 一個月6萬8 租房子不是小數目 正常人我租這個房子的話 我這個是不是要報稅 可以減免稅金啊 是 那你用你助理的名字去租 請問一下這個稅金怎麼見面 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嗎 這不會是他的防火牆吧 對啊 所以這到底是 這個助理是人頭 還是到底有沒有繳這個稅金 我覺得很好笑的就是 這一家公司跟你的關係 這麼密切 我相信你不會不知道 這一家公司在屏東會有名吧 你自己是縣長 你自己是縣長 所以在這種狀況下 正常人會怎麼樣 避免去租這個東西 而且你現在上來目的幹什麼 大家都知道 潘孟安上來的目的是 幫賴欣德打選舉對不對 對 那打選舉老實說啦 你們隨便 老實講你們民進黨內能人很多啊 比如說你可以去找顏若芳啊 跟他8000塊租一間就好了啊 可以合租啊 對啊 可以合租啊 我相信自從那個 王八千不租之後 那間房間應該還空在現在 你去跟他8000塊 加碼16000跟他租一間啊 對不對 都比這個省啊 而且說真的你每天那麼忙 不過在那邊睡個覺 一早上起來就走了 你有什麼必要去租一間豪宅 我想不通 你不是每天在忙選舉嗎 所以為什麼要去租這一間 這一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你租的 我覺得要把所有的資料全部提出來 然後說真的我們一般人 有的時候都會去避嫌了 老實講我們自己做記者 有的時候如果這個老闆 跟你現在在報案子中間有什麼關係 你可能連他請吃飯 你都要猶豫一下 會怕 對會怕到時候人家說你跟他勾結 或怎麼樣對不對 那你自己身為政治人物 你不需要去抄這個心嗎 那林楚音講那個更奇怪 你說你跟他是鄰居 然後一個月5000多萬 我自己付貸款都很吃力 你是立法委員 你老公是陸委會現任副主委 你們兩個人加起來月薪至少三四十萬起跳 然後你告訴我你也很吃力 那請問一下一般人怎麼活 你有沒有想過這些 你們的賴心得不是最近正在宣傳說 房價一直下跌了 租金越來越便宜了 然後還說都可以申請補貼啊 所以房價應該要下跌 他還很好奇 房東如果知道政府有這麼多補貼的話 那到底房東會怎麼做 所以林楚音他說了真心話 連我跟我老公可能 加起來月薪可能四十萬的 我們也負擔很重啊 所以我順便再問一個多問的 請問一下你們這個到底有沒有去 叫房東你有沒有去申請 你自己是政治人物喔 你給人家租房子你有沒有去申請 因為這個房東你要 你們這個租約到底有沒有 政府知不知道是你們私底下的合約 還是房東有去申請認證過的 所以我覺得這中間有太多需要 潘孟安出來解釋了 不是只是丟出來說我有付租金就解決了 抱歉沒那麼容易的事 來阿喵你怎麼看 其實坦白講前半年的時候打高航安 每一家都打得非常非常兇 你怎麼會住在回建築裡面呢 你這個有沒有對價關係啊 還有很多密密麻麻圖 我們節目上討論好多次 現在何嘗不是這樣 難道就一句說我租金正常繳 坦白講這次民進黨非常聰明 他租金也沒有比較低 也沒有比較高 跟旁邊區域剛剛好 我覺得他唯一做好 就是這種件事情 但是畢竟我剛剛講就這麼巧 平東人在屏東這邊發展廣點 又這麼巧他剛好又搬去新莊了 又有一間房子了 就這麼剛好可以讓潘孟安住進去嗎 我覺得王宏偉他報這個料滿好的啊 如果他手中證據充分的話 趕快去台北地檢署按鈴申告嘛 對不對就像他之前說潘孟安論文有抄襲 他趕快去學校的學輪會提報啊 學輪會審完之後給他補證 也沒撤銷學位 這件事情真相大白嘛 他現在如果覺得說潘孟安 真的說沒有利益迴避對不對 卸任縣長之後去跟人家租房子 代表在縣長任內案子有問題 趕快證據齊備的去按鈴申告 那回建築跟這個立期育品 我覺得我們節目整理得也很好 趕快把資料列出來讓大家比較嘛 回建築含公社100坪 然後說租其中一間房間租5萬塊 跟立期育品含公社53坪 是回建築有一半月租6萬8 有沒有不合理 其實大家去一些數字網站查查看就知道 昨天我看也有網友查出來 立期育品附近周遭的房價跟這一棟裡面 確實也有大概6萬多在數字網上出租了 那高恆安他出示一張A4紙的租約 然後說每個月都有匯款 那昨天我有看那個潘孟安 他有出示他的租約跟每個月的匯款單 大家去比較一下 大家去看一下 每個人心中各有一把尺 我覺得這件事情 你說回建築當時會被批 其實很簡單啊 如果說今天人家查到回建築 含公社100坪的租金是10萬塊 他租10萬 我看就沒有什麼人可以說嘴嘛 可是市場行情超過10萬 他租5萬 那當然大家都說你怎麼這麼厲害 可是他那時候說人家是一個小小的套房 只是沒有人性啦 對啊你說我一間百坪豪債 我租一間房間 其他的都沒有人 這個不符合日常生活嘛 那潘孟安他昨天講說 他租這個含公社53坪 如果說以這個公社三層來算嘛 室內大概30幾坪 他說他跟一個助理一起住 其實他這個助理我也知道 就是從屏東跟他上來 他們兩個在台北都沒有房子 像王宏也比較好 他做台北市議員 他在雙北有三間房子 那當然他就不用租房子嘛 可是人家從屏東來的人 要租房子嘛 大家可以去稍微比較一下說 這到底哪一個是符合我們一般經驗 哪一個不符合 像我自己 其實我在台北 我是租房子 我跟我的房東 因為我的房東他誠實納稅 所以我們還把租約拿去公證人那邊公證 每個月這樣匯款 那我也可以把我這個租房子的支出 在這個繳納所得稅的時候 要報這個申報的扣除 特別扣除額 那可是在台灣確實有很多人 民間人士一般租房子的時候 他是房東也不給你報稅 也不給你申請租屋補貼 那這些都是一般很多人的這種生活經驗 大家可以自行去比較看看 那如果說真的有證據 我是建議王宏偉趕快去按您申告 來 知道 我們剛剛提到一個關鍵了 租房子大家都會租 阿苗租房子 我坦白講我大學我也在租房子 租房子沒問題 關鍵是什麼 房東啊 剛剛講了 就這麼剛好在開發屏東 你不是前縣長 然後你的助理也是從屏東這邊上來的 就這麼剛好 他就自己也家不住 跑去新莊住 給你一間這麼大間的 也不是說大間啦 坦白講算豪宅啦 一個舒服的地方 關鍵是在這啊 我順著阿苗的話 往下講 阿苗自己也很清楚 有一些房東 他在入住的時候 他挑客人嘛 他會想說 你有沒有什麼一些工作經驗 你有沒有穩定的收入 甚至還要你去出示陽明證 然後再多一點 就是剛剛阿苗講的嘛 他跟他的房東有去公證嘛 所以有沒有公證呢 這個案子有沒有公證呢 董事長 堂堂董事長旗下的房子 租給你潘夢安 兩個都是有頭有臉 那總是有個公證吧 是 讓政府知道有這件事情存在嘛 為什麼這件事情被大家質疑 昨天潘夢安的這個 陳世凱嘛 這個發言人 他就說 我們的確有匯款單 跟這個我們的這個租約 都展現給你看 但是就這樣子而已啊 有點像是給你看 然後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到 就很奇怪嘛 為什麼不留給記者呢 聽說是不提供給記者啊 記者要往下拍 就不給拍啊 他連影音檔他都不給留出來 把馬賽克都不要 所以很奇怪嘛 這個王洪威委員他就說 那你在怕什麼呢 難道是連夜感制造假的嗎 那你如果不怕訴證 不怕影子邪 你願意的話你就拍給大家看嘛 我跟大家講 高宏安 人家在怎麼罵他 至少他出事的這個收據 是長這個樣子 關鍵的東西都馬掉 沒關係 那大家來檢視 然後提供給媒體嘛 那高宏安那個時候是這樣的標準 現在潘夢安是比高宏安不如 那回過頭來講 楊中的公司是力能能源科技 上面是天方能源 那天方能源在屏東做什麼事情 我們打他天方能源的簡介就知道 在屏東林邊開發地面型太陽能暗場 20MW裝置容量 預計2023年第三季動工 所以已經動工了 那天方能源將持續開發 屏東地區其他類型的暗場 朝裝置總容量目標100MW賣進 所以原本只有一小塊今年開工了 他說還有更多啊 還有更多啊 而且是在他們官網上喔 你看屏東林邊就20MW 20MW是多少電 我們沒有概念沒關係 因為跟大家說老實話 這個太陽能發電本來就是消耗性很高 而且轉換的功率很少 可是我們去看喔 如果這個光電集團 他用一模一樣的機器 一模一樣在屏東 一模一樣的轉換效率 他現在只有20MW 他說他未來要變成100MW 多少5倍 那他是不是要取得5倍土地 是 都在屏東 所以你說 現在這個2022年 他們就已經取得 就已經發布新聞喔 他們說他們在屏東 林邊 東港 訪寮等地層下線的光電專區 43寢的土地要開發 43寢是多少 我跟大家講嘛 現在大巨蛋最夯嘛 大概是1.3公頃啊 所以43公頃大概是33個大巨蛋 全部未來改成光電 都跟你說欸 現在地層下線 現在土壤延簡化 那誰去判斷這些土地 是不是可以拿來重電 屏東縣政府啊 2022年的時候就簽了一批啊 那現在2023年呢 要持續擴大計劃的時候 現在的縣長是誰 周春明不是潘孟安的指定接班人嗎 那時候 選舉在出選的時候殺成這個樣子 周春明被潘孟安一路扶著護航到選上嘛 這個我們大家立立在目 所以這一整條的關係線是這樣牽出來嘛 潘孟安跟這個能源公司 就是有這樣龐大的關係 而且現在屏東 老實說啦 潘孟安也算是在地底下長期在執政嘛 所以你說這樣子有沒有一些私相授受 或有一些讓人起人移動 你是不是該避嫌 潘孟安就應該說清楚 不應該一個這個租約什麼的 這樣子糊弄大家 然後不說明嘛 自己都不願意出來說明了 誰會相信你啊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我們現在來看到的是 在剛剛泡泡泡這個事情之後啦 其實很多的黨內的同事都有出來幫忙 我們可以看到的是林楚英出來幫忙 但林楚英出來幫忙 有一種越幫越忙出來放火 是不是 跟大家講說我之前會買這間房子 是因為我原本的房子賣掉 所以我好辛苦喔 才買這間房子 我知道買房很辛苦 但是對我們這樣聽起來來講 人民來講 我相對剝奪感很重耶 你們都辛苦了 我更辛苦啊 沒有 我覺得 我覺得林楚英就是又要 又要裝平民 又要講 又要裝高貴啦 又要講說我們這房子 保全多好多好多安全 又要講說我多辛苦 然後講說我買這房子 是為了將來跟婆媽 跟爸媽一起住 那表示你現在沒有嘛 那我們要 大家要問的是說 為什麼又是隸期 為什麼是新潮流 每次隸期都是新潮流 為什麼 對不對 你們 林楚英要不要再告訴我們大家說 這一棟裡面到底還有多少新潮流 潘夢安說楊中 楊中說不認識潘夢安 那楊中認識林楚英 認不認識梁文傑 對不對 剛好已經講了嘛 他的光電在你屏東嘛 光電是一個 從中央到地方 必須要高度配合的東西嘛 中央政府要特許 地方政府要找地台 還一定要幫你裝貴線 每一件事情都少不了跟政府打交道 你說你楊中不認識縣長 不知道縣長是誰 這個話會通嗎 再一個我就講嘛 我不是說回建築不對 跟不表示你隸期都對啦 因為我講一下 這兩個狀況都一樣 回建築當然比較誇張一點 說第一個 不符行情嘛 第二個那時候還在講說 你們可能 根本就是特別為你裝修的嘛 沒錯 對不對 好吧 那隸期育品的狀況 也不會就對 我今天這樣講 他們兩個的問題都什麼 都是跟建商老闆租房子 沒錯 建商最多是什麼 就是房子 房子跟錢啊 我什麼時候聽過建商老闆 今天房子需要說 我空出來我馬上租出去的 那是我們小老百姓 房子在壓在那個地方受不了 我今天如果有一個房子空著 我趕快租出去 然後來補貼我的貸款收入 建商怎麼會有這種考量 尤其是豪宅邏輯 跟一般的邏輯不一樣嘛 豪宅是我寧可 房子養在那個地方 我也不動嘛 對不對 我等著房子爭執 可我沒有在看著藍山的嘛 哪有在看那個租金的 老闆的房子願意租給你 你告訴我說 跟你一點都沒有關係 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就是這麼剛剛好 每個助理都可以租到老闆的房子 有可能嗎 這種事情真的講出來 真是笑死人 好 大家一直在想說民進黨雙標 我們剛剛講到用這個回建築 跟這一次的利其育品的案子來比 我們再來看一下什麼叫雙標 賴清德老家拆了嗎 還沒拆 他們在罵的黃國昌拆了沒 拆了 他們罵的柯文哲老家拆了沒 拆了 為什麼你沒有拆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是今天王洪威跟另外一個議員叫林國春 他們檢舉 你賴清德是不是逃漏稅啊 對不對 因為之前已經跟你講說 雖然你是違建 但你該繳的稅都要繳嗎 那現在王洪威直接講 今年補稅的時間是到11月30號 那他就問賴清德 請問你繳稅了嗎 能不能讓大家信賴台灣呢 賴清德被問到之後 什麼意思 關你老家認定是違建嗎 我怎麼都沒收到這樣的事情 他就問啦 王偉你名就是台北市的人啊 對不對 你怎麼會知道新北市府的決定呢 但是賴清德 問題你回答了嗎 你補稅了沒 你繳稅了沒 這是大家關心的 來賓哥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個事情在澳洲沒什麼意義 因為一開始大家就覺得賴清德怎麼跟我們講 他說我們這邊是公僚啊 然後我們當初該繳的稅都有繳啊 結果後來被人家發覺你根本就沒繳過稅 這已經是事實了嘛 這是事實你就是沒繳稅 然後後來就在那邊講了多慘啊 說我們是礦工之子啊 不要害到周圍的鄰居啊 他還有講到說颱風來的時候 屋頂都會被吹跑耶 你現在看那個什麼颱風可以把它吹跑 我看卡翠娜也吹不走他 那個現在 現在那個哪裡看起來像公僚 那個是兩層樓洋房耶 我旁邊還有一個小公園耶 你有看過這種公僚喔 哪裡有這種公僚我也去住一間 對不對 我覺得這種東西真的沒什麼好硬拗的 賴清德自己講喔 說反正就等新北市政府認定嘛 只要新北市政府認定的話 他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他自己說啦 那現在很簡單嘛 人家就認定你是違建嘛 那之前你跟我們謊稱 你欺騙社會大眾說你有繳稅 後來證明沒繳稅 那沒繳稅有一個最基本的方法是 你該繳稅了吧 你要補稅啊 對啊 你就把稅補上去不就結了嗎 就算你之前不知道要繳稅 你之後總該知道吧 這件事情鬧這麼大 你還不知道要繳稅嗎 所以你到現在期限都過了 你不繳稅 請問一下到底什麼意思 你真的是不知道嗎 還是你覺得 反正我會當選啦 我就到時候等到我當選 頭過身就過 我就拗過去了 就不用繳稅了 那我就覺得 一個人你那種區區 就那一點錢的稅心好 去跟人家拗 那這個人將來 萬一真的給他執政了 他到底要拗你多少東西 這個就讓人家難以想像啦 所以我覺得到了這個時候 為了這些東西 還要再去拗這種事情 只會讓人家看破你的手腳 我覺得你這個人真的很沒格而已 知道 其實我連搞不太清楚這件事情 你違建要嘛就是 你如果覺得不想拆 是別人來幫你拆 你看黃國昌他自己拆掉 坦白講啦 柯文哲也是 媽媽雖然非常氣 也是拆掉 那現在大家最基本的 繳稅這件事情 坦白講 如果我要補稅 我沒有補稅 國稅局就來查我了啦 那現在不用查嗎 現在你不是繳稅 不是天經地義 補稅不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嗎 對啊 怎麼會是 那國過那麼久才來補稅 那也是爽到啦 因為基本上有一些違建啊 或違法占用 我們不會去追他太久以前的稅 怎麼說 就是假如說 照合你今天一個地佔了20年 然後要補繳地價稅 他可能只繳說 過去五年的地價稅 你補就好 是這樣喔 對啊 因為不會追太久嘛 他也不確定你多久之前沒有繳 所以對於賴清德來說 這一塊地的違建 他的補繳的稅金 已經是折扣折扣再折扣 你只要繳五年嘛 那趕快繳了吧 不然還要亮在那邊等多久 賴清德的邏輯 就好像是他繳稅的 這個房子就是合法的一樣 那其實我覺得 繳稅的機關 很多是國稅局嘛 或是中央單位來查你的稅吧 那認定是不是違建 其實是另外一批 有市政府 新北市政府來認定 那現在已經認定是違建了 你不能因為你每年有繳稅 你聲稱你有繳稅 那實際上大家講是沒有啦 那其實如果你有繳稅 這一個被認定是違建的 也應該要拆除 為什麼 繳稅不能作為你違建合法的理由 就像我們之前在停車的時候 假如說路邊看到有一個卸貨的車格 那是給卸貨的車專用的嘛 我們自小客車停進去 要嘛被開罰單 要嘛被拖掉 你不能說什麼 因為我在那邊 我有繳這個駕駛的費用 我有繳停車格的費用 因為有些時候 那個收費員就看到 你停在這個卸貨車格裡面 他就開一張一個小時20塊的給你 有些人會覺得莫名其妙 我是不是停了這個停車費 我就可以合法使用這個車格 不一樣的是啦 兩件事情 罰你的那叫警察 要去繳車格的 那叫我們的停管處 停車管理的工程處 所以就很奇怪啊 你怎麼會覺得 把這兩個混為一談 你好像有合理的繳稅 你有沒有使用那棟房屋 房屋稅跟地價稅 是你這個土地 跟你實際在使用房屋 這個政府給你課一個稅嘛 那你違不違建 其實跟這個稅 是完全一點關係都沒有 你說你有繳稅 現在又不繳 被大家踢爆說 你沒有繳 先把繳 拔單給補掉 先把過去你占有這塊地 享受的資源 那你該要繳稅 服的國民的義務 你要把它繳掉嘛 那違建的部分 新北市府為什麼不拆 因為侯市長 現在還在請假當中嗎 我其實覺得很奇怪 如果賴清德不拆 就直接把它拆了吧 來阿苗 我們很常講到一件事情 吳欣營的國籍爭議 為什麼你不講清楚 還說我跟美國人的事情 大家吵很久 賴清德不也是這樣嗎 你就是要補稅了 確定是要補稅 你就跟大家講 我稅補了 不就好了嗎 你硬要去回說 為什麼王橫威是台北市人 那怎麼可以知道 新北市的事情 而且這個補稅的時間 就過了 11月30嘛 你就回答你有沒有補稅 不就解決了嗎 房屋違建不違建的部分 首先第一個 賴清德的萬里老家 並沒有占有國有地的問題 土地是私人的 這點要講清楚 因為如果你占有國有地的話 那不只是違建的問題 還有切佔國土的問題 就趕快拆了 那你就不用等到人家認定 是違建 因為你已經佔了國家的地 但是因為現在賴清德 他的老家 第一個他是私人的地 沒有佔用國地的問題 第二個 新北市政府 是違建認定的主管機關 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正式發公文說 你這個是違建 那新北市政府為什麼不發 我也坦白講好了 如果發了賴清德老家這一張 在萬里的那邊 所有的過去舊礦工 留下來的工僚 每一家都要這樣處理 每一家都要這樣處理 所以知識體大 你為了在選舉期間 你要認定賴清德的老家是違建 而且是急報要急拆的違建的時候 你那個萬里整個一整排的那種 過去的礦工留下來的舊宿舊 舊工僚還有弱勢民眾 如果現在還有人住在裡面的 那全都要拆的時候 那反而整個反彈的作用力 會彈回新北市政府身上 所以以現在來講 你說他要不要很漂亮說我直接全拆 他可以這樣拆 可是他直接全拆的時候 那旁邊的所有的小時候 家裡面的鄰居 那些舊礦工的工僚 是不是也通通都要拆掉 這個是大家可以各自評論 我也知道說很多人都覺得說 不行不行不行 雖然新北市還沒認定你高道德標準 你自己就該拆 但是說真的啦 說真的 自己私人的土地 政府還沒有認定是違建 那你要為展現你政治的物理很清高 你要先拆的時候 過去幾十年的這些老鄰居 他們這些房子要如何處理 大家也可以思考一下 好我們剛剛提到綠能 其實坦白講這半年之內 綠能這件事情已經炒了非常久 大家都認為說綠能 會不會跟新潮的室友關係 有利益輸送等等 所以現在包括了侯友宜跟趙趙康 他們特別到了南下 到台南這個七谷這個地方 這張圖我覺得很諷刺的是什麼 原本是綠油油的田 鹽田 你看現在藍色是什麼 全都是光電板 現在被人家說 這個七谷區亂重電跟什麼一樣 魚死電生 好不好 魚死電生 甚至有養殖戶哭訴說 我乘租的餘溫被收回去重電 失業至輕 再這樣下去 我只能搶銀行 這種話聽在執政黨 你們有聽到嗎 來 厚志哥你怎麼看 你覺得現在他們主打這個 光是綠電這個問題 到了這個台南區這邊看 你覺得這個會發酵起來嗎 我覺得他們就是能夠找到民進黨的問題 就盡量去打 因為大北門的這個光電 其實已經是好幾次選舉中的熱門議題了 包括上次的九合一選舉 這邊也是熱門議題 而且上次民進黨在這邊 過去一陣子民進黨這邊開的票 都不夠漂亮 而且這個東西背後還涉及到88槍 涉及到88槍 然後地方的民怨也很重 所以他們在這個地方去 希望能夠爭取選票 我覺得是正確的方式 再一個就是說 他們現在面臨到一個就是說 現在是一個撒卡度的局面 柯文哲我們知道是北強難弱 那北邊的時候我要去邊緣化柯文哲 我就分他的票 有困難 可是在整個南台灣的時候 柯文哲 國民黨當然也弱 但是柯文哲更弱 所以我在這個地方去 去能夠爭取到一些票 可能比我在北邊那個高度競爭的區域 去拚得要活來得容易 所以我覺得 他們在這邊選這個題目是對的 因為這個中間涉及到了 我們剛剛講的包括潮流 包括你能源政策 包括你的官商勾起 因為他們在勾起人民心中的 那一個不滿跟餓 因為所有東西都在這個地方 那他們就在這幾個 這邊裡面有信招待的 對 有88槍的 對不對 所以他就在這個地方上面去做文章 而且這個地方又符合 又相對符合侯耳儀跟趙耀康的形象 一個做環保署長 一個做警察的 所以我覺得他們在這個地方去做 做這件事情當然是對的 但是能夠有多少效果 這個東西要 其實是要看你能夠做多 能夠在這個議題上面 能夠切多少次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趕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 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大家都說你柯文哲 是不是在家蹲不想選了 我今天把他們行程一攤開來 柯文哲不好意思 我真的覺得你的行程 可能要排比較多一點 我們來看侯友宜 今天有三個行程 早中晚 競選總部 三重 苗栗縣 賴清德也是 趴趴走嘛 西南虎口 顯勝宮 竹東頭粉 柯文哲 你說一個啊 柯全國競選總部 就自己開了一個記者會 他怎麼說啊 他說 藍白和談判的期間 流失不少中間級青年選民 會提出青年的相關政見 從時年輕人對柯文的信心跟支持 還在跟年輕人喊話 為什麼要喊話 是因為他最近的民調 真的是猶如雪崩般啊 來 來看到美麗島最新的 進到了82期了 來看到賴清德 一路往上 38% 侯友宜 31.7 柯文哲 天啊 這個數字 14.9 這應該是近半年以來 最低最低的一次了 那大家想說奇怪 怎麼會低成這個 是這樣變成是一個 藍白的 對壘的一個局勢嗎 裡面更有意思 我們從交叉分析過來看 在這個區域的部分 來看到的是 這個柯文哲的部分 在這個台北市 已經沒有贏到非常多了 他反而是這個桃竹苗 贏的比較多一點 這22.4 你看台北市他只剩11.2了 那另外大家都說 這個柯文哲是40歲以下的 年輕人都很支持他嘛 不過在美麗島這邊的民調 有點怪異 大家大概可以去分析一下 第一個 來看到柯文哲 20到29歲 21.2 30到39歲 26.1 欸不對啊 他不是都是三四成嗎 沒有 票被分掉了 包括賴慶德的部分 36.2 36.4 分別在20到39歲 那侯友宜甚至也分到了兩成多 沒有差這柯文哲多少 那另外 這個50歲到60歲的部分 侯友宜比較多 43.1 那柯文哲今天被問到的時候 他說 哎呀我不能說民調是有人操弄 或是怎麼樣 但是你是不是很刻意的操作呢 因為我們知道美麗島是全市化 而且柯文哲最討厭的就是美麗島 他說全市化跟手機 完全不一樣啊 台灣不應該出現這麼多政治目的的民調啊 那今天姚立民上了這個廣播專訪的時候 他直接講白了 柯文哲你不會當選的啦 你不會當選的啦 你不會贏的啦 那他也預估明年的選情 得票比多少 LINE45 侯35 柯20 他直接講白啊 他說LINE幾乎是穩贏的狀況了 來阿妙 你長期監督柯文哲 到現在呢 我也很擔心他啦 一個行程 只會打空戰 沒有資源 沒有人力 現在真的是想擺爛想下車了嗎 先講選舉絕對沒有穩贏的啦 倒數39天就喊穩贏 那是我們死的啦 所以千萬不要覺得有任何穩贏 你不管支持任何陣營 就不要說什麼穩贏穩贏 你這個東西講下去的話 到時候票會開不出來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柯文哲的問題 就在於說他自從 軍越飯店那一局之後 他整個選戰已經沒有節奏 沒有步調沒有主題了 慌啦 我不知道是不是慌了 可是我看他身邊很多幕僚 現在都還停留在 11月23號軍越飯店那個下午 沒有走出來 所以你看首先第一個 柯文哲的議題去哪 自從軍越之後到現在 他的議題只剩下 第一到底國民黨的人 有沒有聯絡他兩億美金 然後剩下其他是什麼 沒啦 沒有議題啦 第二個 他的整個的步調是什麼 也看不出來步調是什麼 你看他的整個的浮選行程裡面 到現在唯一給大家留下印象 他去台中幫蔡壁如站台 看板還比較小一點的事情 因為 不是重點是蔡壁如那場子 根本就是國民黨幫他摳出來的嘛 光靠蔡壁如怎麼可能摳得出那場子 那既然場子是人家摳的 搞不好錢還是人家付的 你看板當然是人家最大 這個就是出來選舉一個道理嘛 今天盧秀燕跟柯文哲 誰給蔡壁如的票多 如果很現實的是盧秀燕給蔡壁如的票多的話 那當然要把盧秀燕的看板做得大一點 形勢比人強嘛 所以柯文哲在蔡壁如的場子上面 你看他講 我看他講整個 首先他先批綠再批藍 但是台下都是藍的人啊 是不是現場尷尬 對尷尬 所以他講到最後他講說 希望大家總統票支持他 方便的話 政黨票支持台灣民眾黨 他是黨主席耶 一個黨主席你走出去 跟人家拉票 請支持我提名的立委 方便的話政黨票也順便 這個其實是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所以柯文哲他有點信心受挫了 他是多麼高傲的 他是雍正 他去台中才發現 真的不行耶 我想這是他身邊的周遭的 這些所有力拱他 自己一個人繼續拼到底的時候 可能沒有預想到有現在這樣的狀況 包括什麼 包括柯文哲他的副手 也是急救張 最近幾天消息出來才知道 原來吳欣寅是 登記當天早上8點才知道自己要去登記 那就是說人家準備選副總統都準備多久 對不對 趙少康30年前就是政治金銅 蕭美琴在花蓮蹲點10年駐美3年半 現在做副總統候選人 吳欣寅當立委一年半突然早上8點接他電話 就是你去登記 那整個沒準備好的過程當中 馬上一個一個接的問題出來之後 他的應答失去焦點 他的應答讓整個選戰開了 所以柯文哲現在問題是說 他雖然沒有組織 但是如果說在議題層面抓得住的話 藍營的票還是抓得住 但是他議題方面現在已經是一盤散殺 所以遇到藍營的空戰高手趙少康 趙少康一直在對白營招手 他說如果說侯友宜當選 內閣官員可以給柯文哲推薦 是不是在跟柯陣營裡面藍營的選票招手 所以你看這個民調的趨勢 柯陣營在降的時候 是侯友宜在上升 原本既放在柯文哲那邊藍營選票 現在藍營要收回去 所以我覺得柯文哲要重新想清楚 你現在行程少沒關係 你在家多思考 如何把選戰的議題主軸步調弄清楚 把你剩下的基本盤穩固住 趕快回到20% 否則的話未來你藍營的選票跑掉了 可能越跑越多 後製哥你怎麼解析這份民調 這份民調讓我覺得最shock的事情是什麼 是他的年輕票 原本說40歲以下柯文哲超強 無敵搶 現在你們最擔心的事情發生了 如果今天是藍營的話 他希望這個年輕票不要動那麼多 現在果然都流到賴清德那裡去 賴清德的年輕票 竟然比這個柯文哲還要多 這是軍越事件之後 反中立到變成原本這個柯文哲支持者 是年輕人 他因為這件事情 他寧願不要去投籃的 跑向綠嗎 我覺得其實不完全是 這個主要是說民眾黨自己 本身柯文哲的看好度整個降下來之後 那個西瓜效應整個票散掉 我這樣講形成這件事情 就是說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說因為今年藍白合不合 拖得太久了 拖到等於選前50天才確定 所以國民黨的立委候選人 所有子彈都摳在手上 等著你一個結果 你有結果之後才能辦活動啊 今天是猴柯跟 不是猴柯對我來講差很多啊 除了葉原志一個人掛招牌之外 大家都把東西摳在手上 所以你現在會看到什麼 會看到藍營的時候 他只要一確定之後 病命要一場一場跑 你看趙阿康跟侯友宜 每天都有一堆行程 因為你算嗎 他將近70個候選人 剩下不到40天 每個人可能分不到兩次的時間 他們真的要全台趕場耶 對啊 一定都希望從候選來嘛 不管會不會當選人 我總是弄一場最大場的 是 所以他們會很忙嘛 那你柯文哲現在的狀況是說 原本希望說 還可以去藍營戰 開火去嘛 連那個盧秀營都不給你面子嘛 盧秀營那一場 蔡壁如那一場 對不對 大家唯一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他們兩個不同台嘛 其他都沒有嘛 你還很那個去施捨說 結果大家看到就是變成盧秀營主場 那你其他的立委更是沒有 所以你現在的狀況 是他看起來這個地方 沒有沒有沒有 你說他撐不起來 但另外一個方面 你看到什麼 他不斷的在藍白糾葛 為什麼 在摳基本盤嘛 都是國民黨對不起我 你看國民黨欺負我 我們有多少的冤 所以好的投科這件事情是 是一個內聚力很強的 滿腹委屈的 柯文哲最近在做的就是說 我盤又有第三名 我可能崩掉 所以我在凝聚我的基本盤 不能夠再散 你意思是說我總統我就不想選了 我沒差啦 所以我就沒有在罵賴清德嘛 我都在考生嘛 趙康康是保姆什麼之類的 他就在挑 因為藍的票我也拿不到 我現在去凝聚我白的那個粉絲 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幹嘛 他在去挖國民黨的政黨票 現在就跟你講說 我們一定會支持韓國瑜 你這樣講有點害怕 所以柯文哲是 要搞臭這一盤局了是不是 不是 他自己的局 他已經放棄了啦 他現在只是在看 看不分區那一局 所以跟你講說我要支持韓國瑜 不支持韓國瑜 那要支持柯建民嘛 他在告訴你國民黨的那些 因為軍藥得罪了很多藍軍嘛 他在告訴藍軍講說 支持民眾黨也是支持韓國瑜 你們不分區的票盡量投進來 但是在總統這一局 我只要求柯粉能夠凝聚就好 剩下的我不多想 來 兵哥你是怎麼看 包括了姚立民直接講很白 剛剛雖然阿苗有消毒啦 選舉沒有穩贏的啦 但我今天聽廣播的時候 他講得很自然啊 我跟你講啊 柯文哲穩輸的啦 賴穩贏啦 直接給出這麼漂亮的數字 你怎麼看 我希望姚立民繼續宣傳這個觀念 揭知向文這樣最好 我覺得這樣很OK啊 你就繼續認為自己會穩贏啊 這個是我們最希望的一個狀況 那當然我覺得柯文哲現在 他可能會覺得某一些民調看起來很怪 對 我也覺得某一些民調看起來很怪 可是事實是什麼 事實是之前在11月23之前 民調還有齊齊福 齊齊福有的時候猴贏大部分是柯贏 可是現在清一色所有的民調 都是賴第一 猴第二 柯第三 而且柯越差越遠 所以昨天甚至連惠柯 惠柯過去柯都一直贏猴很多了 連惠柯這個 而且惠柯是手機跟四化同時做的 惠柯猴都贏柯了 所以這有什麼好講 基本上 因為所有人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到嘛 就是猴的聲是往上升 柯的聲是往下掉 而且很明顯的就是柯最近根本不知道自己該幹嘛 他已經有點打了亂七八糟 完全沒有一個主軸 這邊也罵兩句 那邊也罵兩句 你的選戰真正的主軸是什麼 所以他現在講說 他流失了中間跟青年選票 他最後這段時間想罵 把中間跟青年抓回來 我覺得很好 你就往這個方向去努力 可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辦法做到這件事情 賓柯我有件事我搞不太懂 因為他說就算藍白沒有和 但是有和平的和 他們可以在在野 不管是在立法院可以去監督 等等的一些議題 但是我感覺他每天都在打藍營 我不知道他的戰法到底是哪招 所以這就是我覺得很奇怪的地方 如果你認為雙方還有合作的空間 特別是剛剛也提到好幾次了 就是蔡碧如這一區至少藍白是非常合 是啊 對 那既然有好幾區 大家可能會呈現藍白相合的狀況 所以你這時候一直去打藍 然後打藍又打得很奇怪 就是一直講說藍的都陰謀詭計 社局陷害害害我受騙了 那你一直需要去證明一件事情 什麼證明自己很笨 你不就在證明這件事嗎 請問一下證明到最後 好你講的都是真的 藍營就是陰謀詭計 結果你是個笨蛋 那請問一下這個好處是什麼 沒有好處啊 對啊你們整個黨追尋的是一個笨蛋 請問一下這個意義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個時候去打藍 完全沒有意義了 你柯真的想要去開拓票員 剛剛像許甫前幾天在 中天做的那個東西就是個好辦法 就是故意去 故意講說韓國一出讓我們也支持啊 就是剛剛那個猴子講的 要去爭奪政黨票這一塊 是啊 我覺得像這種就是有策略性的打法 那像柯文哲現在這邊小話兩句 那邊小話兩句 那個就完全不是選戰打法 那個基本上就是發牢騷式的作業 那這種東西在我看來叫拔草 基本上看起來很像拔草 好像民知道自己總統大學一定會輸了 所以就是隨便啊 我就來鬧場啊隨便啊 那這樣子其實會造成一個反效果你知道 因為現在姚立民都做這樣的操作了 你知道接下來會怎麼樣 我本來認為就是1月13號不會發生氣保 因為本來柯照也來說跟吼不會差距很遠 結果如果柯是這樣直接放棄式的做法的話 到最後你們兩個差十幾%以上 會真的會發生氣保 我真的不騙你 我甚至覺得姚立民現在好像也在呼籲 你們趕快氣保柯文哲啊 趕快來投侯友誼 好像他在幫藍軍喊話一樣 所以我一直覺得姚立民這一招幹得不錯加油 來 直通你怎麼看 這個民調我覺得蠻妙的事情是 其實這幾份民調可以看出 侯友誼的聲勢敵隊在往上 但大家會有個擔心 到底是樓地板還是天花板 大家都有說 對於賴清德來說 哎呀30幾%是這個樓地板 他可以往上走的空間很大 現在你可以看到 藍軍回流非常多 但是年輕票沒有回來之下 你要怎麼突破31 30 33 甚至到40呢 我覺得這一份民調看起來 雖然我們跟柯銀是擴大差距 但是還是有優心的地方 因為這個白銀下降的是非常多 柯文哲流失的非常多 他自己也知道 但是流失的這一些年輕人 柯文哲最優勢的地方 有沒有跑到藍營來 我覺得沒有 以最近我們比較常在新聞看到的例子 就是中廣董事長趙昂康 趙阿哥他最近不是跟林襄拍照嗎 然後在年輕人的族群裡面 就有很多流傳 就說不要跟林襄靠那麼近啊 什麼之類的 可是你說實在的 當記者去問林襄說 那你會不會支持趙昂康選總統 林襄說什麼 林襄的反應是 天真無邪小白兔 因為他說他沒有在管政治 他說趙昂康是誰 他要選總統我不知道 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回答 這是聰明 可是我相信有很多 我們平常忙於事業 然後奔波工作的朋友 他不看新聞的 然後只看臉書 或是滑YouTube 他未必知道趙昂康擴侯友宜 他們正在競選 或不知道他們想要提出什麼政策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有傷 因為從歷次我們的民調來看 我們20到40這一塊 是比較弱 而且弱不能說是弱一點點 是弱非常非常多 可是這一批科粉票大量出走 我覺得要想辦法抓 那第一件事情當然是 你總是要讓年輕人知道你是誰 是 對嘛 就是昭和如果走在路上 沒有人知道他會覺得很落寞 我真的很落寞 對啊 就是要讓投票給你 起碼知道你臉長什麼樣子 知道你的名字長什麼樣子 才有辦法投下去 所以第一個增加年輕人的曝光 像賴清德最近都在搞這個 所以你說他去上一些網紅的節目 然後上什麼英文發音這樣子 跟年輕人做互動 他的民調就起來 顯然他搶到很多部分的科粉票 我不敢說去參加這些網紅的節目 就一定可以拉抬 侯友宜照照看 可是你連人家都不知道你是誰的時候 人家到底怎麼投你 所以還是要上 一步一驅 賴清德做什麼 我們可能就要做什麼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這是中華民國電子競技運動協會 主辦的2023星光電競大賞 兩個人 一個是Toyzy 一個是這個統神 他們在頒獎過程當中 竟然發生了口角怎麼回事 我們先一起來看 娛樂效果獎的得獎者是 國動的弟弟 亞洲統神 亞洲統神 輕鬆幽默的口袋 這怎麼犯國來頒獎 你們就知道他會怎麼做的啊 來來來 不要那麼生氣 販毒就要公開製作審判好嗎 你來這邊幹嘛 丟人丟死人啊你 不要臉啊你販毒 好這段語音在網路上明鏡傳好多 大家說統神好帥喔 最主要是因為Toyzy 之前因為販賣這個大麻煙蛋的關係 被判了四年兩個月 大家想說你怎麼會找一個販毒者過來頒獎呢 那我們就把這個 相關的辦這個活動的人 我們先來看 好第一個事情 這個活動直接往下看 指導單位是誰 竟然是教育部的體育署欸 大家想說哇這件事情 燒得可嚴重了 你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好包括了這個議員徐曉星 他繼續說話了 他說教育部體育署 教育部你不用負責任嗎 你不是反讀嗎 你怎麼會找一個 這個真的一審喔 他被判四年兩個月 現在還在二審三審的人 你怎麼會派他來頒獎呢 好那現在又被扯出教育部之外 另外還扯出了這個電競協會 就主辦這個單位的喔 這個理事長叫做蕭正豪 蕭正豪殊不知啊 我圈起來的地方 跟新潮流又有關係啊 原因是什麼 他附了兩個連結在上面 包括呢這個民報跟自由時報 都已經講了 立法院的副院長蔡其昌 跟蕭正豪非常好 而且還收受他的政治獻金 給蔡其償過 所以大家想說 哇真的厲害了喔 那其實第一時間呢 可以解決的事情 為何不好好解決呢 你看到這個是 中華民國電子經濟運動協會啦 他們第一次的聲明是說 不好意思啦 我不該把統神跟TOYS 放在一起 網友氣炸了 不是這個問題啊 是販毒的問題啊 被大家削一輪之後 他馬上發一個聲明啊 他說喔 這個包括入圍者跟得獎者啊 這個個人其他經歷啊 目前並沒有 列入本會資格的範圍審查裡面 那教育部也馬上出來 他說啊 毒品零容忍 政府堅決反毒 運動禁忌 絕不能跟毒品劃上等號 但現在有用嗎 這件事情已經 全部都燒起來了 賓哥我們剛剛看到了 坦白講啦 剛剛我們給大家看的是 統神之後還有回到台上 哎呀我做效果啦 根本沒有做效果 他最後是帶著他的太太 跟孩子直接走了啦 現在這件事情我沒想過 原本以為是口水戰 扯出了教育部 還扯出了新潮流啊 老實講這個後面會 扯出新潮流 我是很訝異啦 那但是統神我覺得他後來 是因為怕現場的場面太僵 所以才上去講說 這是做效果 但大家都可以看得出來 這應該不是做效果 那實際上我們也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找一個販毒的人 他不是吸毒 也是販毒喔 販毒比吸毒嚴重多了 是 然後他現在官司 還在纏身的一個人 然後你找他做一個 你找他頒獎 表示他是一個有成就 而且具代表性的人喔 他代表性是什麼 販毒 是這樣嗎 四年兩個月 對啊我覺得這到底什麼意思啊 然後不要忘記 這一個活動的指導單位是體育署 那所以現在體育署當然出來否認 說沒有沒有沒有 是這個單位莫名其妙 故意掛我的名字 你覺得有哪個單位這麼奇怪 會有這種事嗎 然後結果馬上就有人查出來了 這一個電競協會喔 不好意思今年收了你們 今年收了你們294萬的補助 體育署294萬的補助 那你跟這個電競協會 真的沒有任何關係嗎 你真的不是他的指導單位嗎 還是發生了事情之後才要撇清 那我覺得這個電競協會很奇怪 他居然講說 沒有我們對頒獎人或領獎人 不去做資格審查 不去做資格審查 那請問一下 那隨便阿貓阿狗都可以來嗎 我覺得找這種東西幫自己 就是解困實在是沒有什麼道理的事情 但最糟糕的就是 這件事情居然東那西扯 也可以扯到新潮流 這個我就覺得非常非常厲害 我覺得最可怕的在哪裡 這件事情也許未必真的跟新潮流有關 我講實在話 因為目前我還不知道中間的細節 可是請大家注意到我們今天談的所有話題喔 幾乎全部都牽涉到新潮流是怎樣 新潮流無孔不入啊 是怎樣台灣現在遍布新潮流是吧 新潮流像八爪魚一樣已經深入台灣各個行業 那以後這個國家就是新潮流在統治嗎 所以我真的覺得 所有的觀眾朋友自己要好好去仔細想一想 你還要讓新潮流 這麼樣的像蜘蛛網一樣遍布全台灣嗎 是不是希望他少一點點 來 知董你怎麼看 我記得你是Torys你也有常常會看他的嗎 這一次四年兩個月我覺得你剛好 該判刑的該入肩服險 甚至他也被擠壓過啦 擠壓兩個月 那現在爆出這件事情之後才發現 教育部也有關係 教育部雖然說跟我沒有關係啦 但我剛剛給大家看張表啦 你指導單位這個海報上去 不就寫得很明白 你指導單位就是教育部體育署 這麼大的名字 你現在跟人家講說是他自己key上去的 有可能嗎 我會講啦辦活動要有KPI嘛 你辦活動可能收了各界的贊助 或者是你領政府的單位的一些補助嘛 所以他一定要有KPI 那辦這一場這個電子競技的大賞 他又辦在禮拜一 你可以想像那個如果沒有來點梗 他的這個觀看人數應該很慘淡 那我們在看這個大賞的KPI 可能就是線上直播人數多少 留言數多少 按讚數多少 然後觀看總數是多少 以此來這個頒發獎金嘛 或是離此來申請補助嘛 所以我寧願相信這件事情 真的是比較做效果的意味在 因為我們看整場典禮 Toys不是從頭頒到尾 他是這一場剛好入圍者裡面有統神 然後他就特別指定受邀說 你今天來頒這個獎 你不覺得這是其中太過巧合 太過刻意嗎 而且Toys跟統神他們是素來有恩怨 他們曾經在一個遊戲都接到工商嘛 接到業配 然後他們兩個相約在遊戲裡面單挑 然後Toys就嘲諷統神說 你如果輸了 你就把你的名字 遊戲裡面的這個名字 改成Toys的狗 那結果輸了 所以就要改 可是統神那時候翻臉不認人 醜就這樣結下了嘛 所以今天統神也在台上就直接嗆說 你這個販毒狗啊 什麼XXX什麼的 糧子早就結下來了 那主辦單位怎麼可能不把握這個機會 讓這個好看的八卦的事情 在上面發酵重演 你看本來大家都不知道這個比賽 不知道這個大賞 全部都知道了嘛 所以有達到他的KPI 可是教育部可能 自己也不知道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只能說你們用人的時候還是要檢討一下 猴子哥你怎麼看 這個最佳效果想真的做到整個翻車了是不是 教育部翻車了 現在也被查出來說 哇這個銷證好 又是跟綠營關係很好 又是清楚 現在這個效果真的做好做滿啦 我覺得他那個現場那個效果 我覺得說不太可能說今天有一個單位說 你沒有補 當然教育部假說我沒有補助 我沒有規劃 但是你可能是這一個活動沒有 但是你本身是有補助 有補助這個協會 因為不然哪一個單位銜責無聊 會特別去把 你沒有補助我錢 我特別把你的名字列上去 所以一樣我將來跟你報仗的時候 一定有這一筆 那新潮流的部分就是說 就是剛剛那個韓濱講的 就是說你怎麼會什麼事情都扯到新潮流 你現在新潮流對明娜來講 已經變成是一個很負面的東西 動不動 除了柯文 現在不是只有柯文哲 以前是只有柯文哲 一天到晚罵新潮流 來阿苗給你20秒 對不起 來回應一下 我先講如果是我辦這個活動的話 我不會做這個安排 因為效果有分好險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